大家好 我是小屁 韓服天堂M在昨天釋出了 黃金狂戰士的核心技能改動 以及新技能的新增介紹之後 在今天也有針對 綠洲第二章的更新來進行介紹 影片開始之前 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首先就是確認了 就是這一次的綠洲大改版 就只有狂戰可以轉職哦 沒有搭配另外一個配角 這蠻可惜的 因為通常就職業如果更新的話 都會搭配1加1或是1加2個職業來進行更動 然後可以轉職 那這次就只有狂戰而已 接下來就是Coupon的部分 目前已知就只有一張福石 但是他這次又有再預告一張 就是綠洲的Coupon 那這個就之後才能夠知道 到底這個綠洲的Coupon 可以拿來贖回什麼 接下來就是合併經驗值再推出了 這個在韓服好久沒有推出啦 11月30號就可以來吃角色囉 那這邊看起來應該是100%的啦 因為他沒有講到說80% 接著就是全新的充等地圖 這個綠洲的地圖 這個就是給你可能玩新角色 或者新玩家來進行充等的地方 那一樣是11月30號會開放 然後就是慶祝天堂恩上市2000天 然後時間過超快 已經2000天了 接下來算是一個新的系統 歐靈的痕跡啊 你可以選擇四色來扮演 然後隨機的副本 總共這邊有四種隨機的副本 然後進去打怪 打贏了之後就有機會 可以獲得最右邊的這些獎勵 接下來就是血蒙突襲出了火龍啦 那可以看到中間是火龍甲之類的東西 哇這個真的就是開蠻快的 因為我記得上一次才剛開豐龍而已 這一次馬上開火龍了 我們就敬請期待之後火龍寫圖的資訊 接著就是信念之塔即將開放第三樓囉 第三樓的BOSS叫做 季度的伊莎貝爾 再來就是之後的名譽商店 會有全新的商品預告 然後寫什麼UI跟功能都有進行優化 多商品的部分 UI跟功能也有進行優化 最後就是在預告 11月30號 各種更新以及活動會進行舉辦 讓大家來敬請期待這樣子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韓服 綠洲第二章 黃金狂戰士最新資訊的介紹啦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新的消息 問題情報 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 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小屁LINE的社群也歡迎掃描加入喔 我是小屁 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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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有想要 Vet